开店范梦杰桥两分号 记者叶佩玉摄影 分享 2欧17年 爆米花棒球联盟赛事开打一个月后 本周展开第二循环 台北新复发 台店以及台中运动家 新北市都在天幕球场的二连战 平分秋色和库泽以11胜两败 战绩持续独走 爆米花棒球联盟相隔三年后复办 赛事自11月4日起开打 台店前篇1欧比1不敌 台北新复发 战绩9胜9败 排第7总教练李盈南说 这场无论如何都要抢胜 球员也都很卖力 昨天靠队长陈伟志的致胜安打 以5比3班回一程 台店目前战绩10胜9败 胜率5x29 与亚运大学培训队相同 并列第5 亚运大学培训队开打前三周还在领先榜上 但之后苦腾六连拜 期间也力金换将战绩直直落 和酷胜率8x4 六排第一之后为起立珊瑚 九胜五败